第一线远警拦查违规 又碰上了危急生命的精简场面 警察在新北市中和发现有一名男子 开车违规回转 虽上前想开单 但这嫌犯不但拒绝停车加速逃逸 还企图要倒车冲撞远警 最后干脆弃车逃逸 他躲到朋友家三天之后才终于落网 会这样拼了命的逃 原来是嫌犯身上背有四条通弃案在身 违规回转 警察鸣笛追 他却一路跑 严路蛇行跟不要命一样 碰到红灯他还是不放弃挣扎 下车 先加速再倒车企图冲撞远警 警棍急窗动用强制力 他还是不就范 他后面空着 然后他就立向抬走 然后警察车都被撞 警察有被撞到 两个人机车倒在那边 郑姓嫌犯从中和中正路逃到板桥国庆路停车场之后 汽车逃逸 一搜果然 车上有三包安非他命 所以拼命逃亡 警察持续追踪 嫌犯也担心被抓 连续三天躲朋友家 最后还是被掌握行踪 车上常有毒品 因此与警方拦查时 拒检冲撞远警逃逸 远警被撞 破窗的时候还割伤手 34岁郑姓嫌犯平常没有工作 深背毒品 诈欺还有恐吓取材等四条通气案 这回除了车上藏毒 冲撞远警 妨害公务更是最佳一等 记者刘慈周松林 新北市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